大家好,这里是心灵感悟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是我们生活当中是否需要用手机或者图片记录我们的生活 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记录在我们手机当中 通过在闲暇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 看一下我们以前的视频或者拍的图片 然后自己仔细地静下心来想一想 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 通过视频的方式或者语音的方式 然后来记录下来 在自己闲暇的时候 然后好好的细细地 然后观看一下自己的过往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经验 为的是以后在生活当中为我们的生活 然后增加一些一些乐趣 或者是添加一些可以回忆的地方 那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得到一些更充实 更完美的体验 因为我感觉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每天打开手机都在不停地刷视频或者刷抖音 然后时间慢慢的都过去了 感觉到自己也无所事事 生活中感觉到过得不是那么充实 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 我们建议尽可能的把视频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录录成视频 在自己闲暇的时候打开自己以前录的视频 看一看 看一看自己以前的过往 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 再回过楼来看自己录视频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生活是一种很充实的一个体验 那录视频 录完视频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哪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改进的 或者是需要我们去完善自己的地方 我们感觉到很轻松很自在的去认识一下自己 当我们看视频的时候 你会发现 视频里的自己是另外的一个自己 感觉到能够看得更透智更清楚 往往别人看你的时候 对你的评价是一种体验 如果是你对自己做一个评价 或者是做一个完善的话 那是另外的一个体验 所以说在自己闲暇的时候 偷偷有空的时候 看一下自己的过往的一些视频 感觉到生活得到了一个充实 不至于说我们每天的打开资讯 然后在网上搜索一些资讯 看一些视频抖音 感觉到这样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失就过去了 感觉到自己的看完视频 看完抖音之后 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继续 感觉到有很多思路 感觉到生活很空虚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充实自己的生活 那就用手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的一些过往和细节 或者是也可以把自己拍同的视频 然后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 给家人跟朋友做一个分享 让他们来评论我的生活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用视频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明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一段过往 拥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生活 不论是美好的也是还是不愉快的经历 都可以在通过视频 录制视频或者是拍成图片和家人和朋友去分享 这样记录我们的生活 才能够更加的充实 更加的完善 你不至于说每天过得都很消沉 都很消极 一天天的过去 一天天没有太多的收获 这样我们需要通过视频去记录自己的生活 就像现在一样 我录这个视频 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个 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感受 一个体验 也是来记录自己日常的真正的真实的生活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生活当中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